翻到了背面 看见上面写着一行字 与师父合影留念 原来是施工啊 陈岳为自己方才的念头感到了自责 可是自己师父明明跟自己一样 也是个孤儿啊 从小被施工 这个道观的第一代道士 清风天师收养 抚养长大 传授道术 道观里有清风导长的画像 他是见过的 并不是这照片上的模样 难道师父还有别的师父 在翻箱子下面 还有一个笔记本 拿起来翻了一下 字体捐秀 写的都是有关于修行方面的感悟 算是师父的心学了 这老头 叶少阳凑近看了一眼 突然实话了 怎么你认识的 陈岳芒问道 瓜贵凑上了围观 看了一眼惊到 哎呀 这不是道渊真人吗 照片上的男人是道渊真人 乱 简直是太乱了 这信息一个接着一个地跳了出来 叶少阳感觉有点接受不了 师道人 是道渊真人的徒弟 为了求证真相 叶少阳立刻拿出了相机 打电话给龙阳真人 也没寒暄 直接询问了有关石道人的事 龙阳真人表示 从来没听说过这号人 而且道渊真人的徒弟极少 都在龙虎山上 他后半生也没离开过龙虎山 按说不可能有别的徒弟 但是对于道渊的相貌 叶少阳是不可能认错的 面对龙阳真人好奇的询问 叶少阳也没有多说 顺便问了一下他的近况 我们去找了我师叔那个传人 已经接回龙虎山了 近日只要发帖出去 搞这天下 到时候登记大典 你可一定要来啊 回定去 对了 他那个隐徒是个什么样的人 龙阳真人沉默了一会儿 楠楠道 这毕竟是新人的长教 我不太好评价 但是有一点 他是一个修行天才 几乎不亚于你 对了 你们年龄也差不多 等你见到他 你自己就知道了 叶少阳跟他聊了几句 挂上电话 对陈月说的情况 陈月说 但这照片做不了假吧 而且 我师父没必要乱认别人当师父吧 当然不会 我只是说 这里头 可能有大的缘故 叶少阳无奈地耸了耸肩 谜团越来越大 到了这一步 完全就成了解不开的谜了 陈月刚要开口 目光突然转向窗外说道 外面有人 邪恶 叶少阳耸了耸肩 让呱呱冲了出去 其实他早就发现了 外面有邪恶窥视 只是距离有点远 怕出手之下 对方能看出苗头就跑了 因此假装没被发现 等着看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结果陈月一语道破 就在这一瞬间 那邪恶已经抽身跑了 陈月把东西又收回到了箱子里 抱着箱子出了门 这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院子里没有灯 月光下只能看到远处的山影 张牙舞爪 像一只巨大的怪兽 呱呱巡视了一圈回来 没有追上的邪恶 这邪恶到底是什么来头 是奔着自己来的 还是奔着陈月来的呢 晚上 叶少阳和陈月各自回去睡觉 因为十到人的死 陈月心情不好 瓜瓜就去了他的房间 陪他睡觉 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他 至于叶少阳 人间也没有什么邪恶 能够偷袭得了他了 倒过里洗澡不方便 陈月也没心情遮挡 去厨房烧水洗了脚 就上了床 一抬头看见瓜瓜 坐在窗台上 勉强冲他笑了笑说 今天倒是冷落你了 瓜瓜从窗户上跳了下来 爬到了床上去 长头看着陈月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说道 那个 你如今已经找到回忆了 对我 还是做你的儿子吗 陈月拉着他的双手说道 你还要我当你娘是吗 瓜瓜果断地点了点头 陈月说 那一切还是照旧的 我们相识在那种情况下 总算是一场缘分 就算我找到回忆 可我还是一个亲人都没有 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瓜瓜听了这话 十分的欣慰 当即拍着胸脯说道 娘啊 你放心 我会一直保护好你的了 不管谁要伤害你 都要过我这一关 陈月摸了摸他的脑袋说 你不嫌弃我这个娘亲太弱 那就好了 不会啊 儿子保护妈妈 天经地义 再说了 娘 当你记恋了七宝庙术 学会那些法术 你就会成为绝世强者 你会像老大一样厉害的 到时候 你就别嫌弃我了 傻孩子 陈月冲的一笑 将木盒放在了枕头下面 两人在床上聊了一会儿 瓜瓜让他先休息 自己从窗户出去 坐在了外面 观看夜色 陈月哪里睡得着啊 点了一支蜡烛 坐在了床上 翻看着师父留下来的 那个笔记本 前面的一些文字 都是他一生修行的心得感悟 陈月纵然很感兴趣 但克制着没有去看 分到后面 便是一些类似于日记的文字 但只记下了一些重大事件 而且大部分都跟自己的成长有关 通篇充满了对自己的爱恋 看得陈月心中伤感不已 今日月月生日 带她去县城吃了一次肯德鸡 月月很开心 今日 月月好奇地翻找库房 误打开了一支竹筒的枫叶 放出一支厉鬼 为厉鬼所伤 我听见叫声 感觉是已经来不及相救 只有一个邪物 自房梁下来 兴可击杀了恶鬼 又立刻顿走 我深感好奇 不知何方邪悟 为何要搭救月月 莫非一直潜伏在她身边 看着这些文字的记录 陈月想起了相关的事件 但自己一直以为是被师父救下来的 原来暗中有贵人相助 再看下一篇 今日 传授月月心法 她天赋极高 一遍就记住了 不可思议 然而她吐纳生成的真迹 半数为汽海淡田洗手 化作利器 致使提升缓慢 我从未见过这种现象 无计可施 却不敢同人说起 以免月月 为法术借宿关注 反而害了她 陈月身手抚摸着自己的小腹 肚子里那个位置 是她的丹田 里面蕴藏着海量的力气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好在自己丹田却 坚固无比 能将这些力气牢牢的掌控 丝毫不会倾斜